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公文包往桌上重重一放 站在玄关那儿直直地盯着我 上午你是不是带依依去体验课了 我点点头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不知道她如何得知 更不知道她这是怎么了 她眉头紧促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占这种便宜了 你知不知道接待你的那个顾问是老刘的老婆 她觉得依依眼熟 偷偷拍了照片发给老刘 老刘认出了意义 这不一下午都在劝我报班 我正正地看着赵磊 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 上午我带着女儿上了一节外教体验课 接待我的顾问孙姐很热情 但课程费很贵 一年将近两万元 超出了我的预想 外教的讲课风格和孩子的互动都很好 但女儿没什么基础 整节课都是蒙的 所以我决定先不报课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孙姐竟是老刘的老婆 老刘和赵磊同事三年 关系一直不错 老刘催着报课 一口回绝的话的确有些不太合适 赵磊坐在沙发上挨声叹气 我劝她 这不是什么大事 我去跟孙姐说 费用有点贵 暂时不报了 再请她和老刘吃个饭 就都过去了 你懂什么 这么说不丢人吗 就像我连孩子的学费都负担不起一样 赵磊没好气地抱怨 再说 老刘马上要升主管了 以后她就是我的上司 八戒还来不及呢 我哪能拒绝 我说两万不是个小数目 咱们又要负担贷款 还要生活养孩子 负担不起很正常的 有什么丢人的 英语机构又不是老刘家开的 孙姐也就拿点提成 大头还是机构赚去了 咱们请老刘两口子吃个饭 同事这么久了 他不会在意这点事的 可无论怎么说 赵磊都摇头否定 最后他气哄哄地对我吼 说都是我爱占小便宜 带着孩子到处上体验课 不然今天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他还说我如果抱不起课 就别去体验 体验了人家肯定催报名啊 我脸皮厚 他可丢不起这个人 说完 赵磊扭身就走了 气得我站在原地 小腿不住地发颤 我真的没有想到 在他的心里 我是一个爱占小便宜的人 最近这段时间 我的确带女儿上了不少的体验课 之所以没有报名 是因为我要选择一家孩子喜欢 效果好 性价比又高的机构 如果没有遇到 我宁愿自己先给孩子启蒙 再说 机构设置的体验课 本来就是让家长和孩子体验是否适合自己的 体验过之后 我才知道 现在的学费如此之高 动辄就上万 赵磊一个人上班养家 我在家全职看娃 家里每月收入只有八千元 抛除房贷 剩下的钱过日子都紧巴巴的 更不要说报课了 可孩子的教育不能落下 尤其是女儿现在这个年龄 正是黄金启蒙期 我只能用为数不多的积蓄报课 当然要精挑细选了 我一片苦心却落得这样一句埋怨 实在是寒心 果然是印了那句话 不当家 不知柴米贵 他根本就不知道 每个月我是怎样的精打细算 才能勉强维持 转天早晨 我刚想跟赵磊说话 他就撂下一句他会解决 让我不要插手 转身出了门 上午婆婆来我家看女儿 她一进门就黑着脸 说在小区里遇到了其他孩子的爷爷奶奶 都带着孩子去兴趣班了 她说自己来得不巧 说不定我也带着孩子去上课了 没有想到那些人告诉她 我带着孩子到处去体验 却一家都没有报 他们说这话时笑得阴阳怪气 就差明说咱家没钱了 赵磊工资不低都交给你了 你说说你怎么过日子的 连孩子的兴趣班都报不起 婆婆一上来就数落埋怨我 我气得跟她反驳 掰着手指头给她算 房贷四千多 我的医疗养老保险一千 剩下三千用于三口吃喝 还有各项的生活花费 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钱不多我却把家里打理得紧紧有条 怎么不会过日子了 婆婆听了冷笑一声 我就说外地媳妇不能娶 要是赵磊娶个本地媳妇 亲家帮忙看孩子 媳妇出去上班赚钱 日子怎么过得惨巴巴的 说完她气横横的走了 我坐在沙发上 泪不受控制的落下来 没错我是外地人 但以赵磊的条件本地的姑娘根本看不上 公公在她高中那年就去世了 婆婆改嫁 勉强帮她交了大一的学费 之后的事情就没有再管过 我和赵磊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当时我所在的公司 有个案子交给赵磊公司负责 我俩负责接洽 一来二去就熟了 接触的多了 渐渐产生了好感 我是外地人 赵磊没车没房 我俩谁也不嫌弃谁 在一起两年后决定结婚 婆婆得知我是外地人 坚决反对 赵磊不顾她的阻拦 跟我领了证 婚后过起了我们的小日子 跟婆婆也没有什么来往 直到女儿出生以后 婆婆想见孙女 才与我俩恢复了联系 我和婆婆之间的关系 一直就很淡 婆婆一两个月才来看女儿一次 这一次她突然上门 我真怀疑是赵磊跟她说了什么 我精打细算是为了让这个家更好 让女儿得到更好的教育 没有人感念我的付出 反过来一个一个地指责我 让我难以接受 更让我气愤的是 下午孙姐给我发了微信 说赵磊交钱报了课 她问我哪个时段带一一上课方便 赵磊的做法让我难以接受 她为了所谓的面子 不考虑女儿的学习效果 也不考虑家中的经济状况 我俩只有三万的存款 这样冲动的花了两万 之后再有什么突发情况 就难以应对了 我握着手机纠结了好久 最终还是跟孙姐商量 说赵磊报课的事情我不知道 以我们目前的状况 课时费有些贵 问她可不可以退掉 本以为她会不高兴 没有想到她爽快地答应了 不仅如此 她还跟我埋怨了老刘一通 说一定是老刘缠着赵磊报课了 她跟我道歉 说这事让我为难了 很快孙姐打来了电话 说课退了 钱退还给了赵磊 我对她感谢不已 她说这只是小事 让我别往心里去 她说我给老刘看照片 只是觉得一一眼熟 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 让她帮着想想 没想到她会催着赵磊报课 闹了这么大一个乌龙 事情完美解决 我开心不已 做了三菜一汤 准备晚上一家三口 好好地吃一顿饭 谁承想我刚做熟饭 赵磊就一脸怒意地进了门 开口闭口地责备我 说我多管闲事 既给孩子报了课 又讨好了未来的领导 一举两得 现在好了 让我这么一折腾 还不知道老刘上任后 会怎么给她穿小鞋 我说她想的太多了 同事之间不至于的 再说 孙姐没有半点的不高兴呀 她说我全职三年 早跟社会脱钩了 不懂得人情事故 我俩不欢而散 晚上赵磊睡在侧卧 我在主卧抱着女儿 一夜难眠 她的话戳了我的心窝子 我终于明白了 症结所在 之所以她和婆婆都嘲笑我 认定我占小便宜 不过是因为 我没有上班赚钱 在他们的眼里 我就是目光短浅的全职妈妈 事实上 我名校毕业 毕业后在大公司工作几年 若不是没有人帮忙带孩子 我怎么会辞职回家呢 女儿最需要陪伴的三年 我宁愿放弃自己的事业 也要陪她长大 我爱女儿 爱这个家 这是我做出的取舍 不是我没有赚钱的能力 转天上午 我给孙姐打了电话 约她和老刘吃晚饭 赵磊得知以后 让我别多事 可人家都答应了 她也无可奈何 我选了一家 环境不错的餐厅 订了个六人座的小亭子 亭子环绕着水 背靠着假山 格外的有意境 老刘两口子直跨我定的地儿好 赵磊文言 看向我的眼神 缓和了许多 期间 我和孙姐谈笑风生 她女儿韩汉 比依依大三岁 我借着取经的机会 真诚地称赞韩汉 她和老刘听了都很高兴 我趁机举杯道歉 说退课的事情 给他们添麻烦了 孙姐连忙摆手 都是自己人麻烦什么 我本想建议你 先给依依启蒙个半年一年 再报外课也不迟 还没来得及说 老刘就催着赵磊报名 真是不应该 老刘挠头一笑 我这不是觉得 你能给打个折扣吗 小赵 弟妹 你们可别笑话我 亏得弟妹坚持己见 要不然我这心里 真是过意不去 话说开了 气氛轻松自然了起来 孙姐给我介绍了 好几个免费的APP 让我给依依启蒙 说等依依入了门 再上外教课 事半功倍 老刘跟赵磊推心制服 说他升主管 心里没底 让赵磊多帮着点 一顿饭吃完 赵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我们和老刘一家的关系 更融洽了 晚上哄睡女儿后 赵磊拉着我跟我道歉 说他之前态度不好 让我别往心里去 又问我怎么能这么快 和孙姐打成一片 连带着老刘都对他另眼相看 我半笑半严肃地说 你可别小看我 好歹我在大公司工作了五六年 这点交集能力还是有的 赵磊直夸我厉害 看我的眼神里 再没有不耐和轻视 多了几分敬佩 赵磊睡着以后 我看着他的背影发呆 所谓的交集能力 不过是这三年来 与不同的宝妈打交道 让我懂得 说什么能让他们开心 说什么能迅速地 与他们打成一片罢了 这件事 不过是一个夫妻间的 一个小插曲 却让我清晰地认识到 成为全职妈妈的我 在赵磊心中的闪光点 渐渐地磨灭 现在在他眼里 我只是一个 没有见识的全职宝妈 我自以为的牺牲 并没有换来 他对我更多的爱和尊重 反而让他觉得 我脱离了社会 依附于他 这很残忍 却也是现实 所以当务之急 我必须慢慢找回 曾经的自己 重新回到职场中去 第二天 我带着依依去各个幼儿园考察 最终选择了一家 距离我家很近 条件不错 价格能接受的幼儿园 幼儿园下课后 还能选修兴趣课 不仅能让女儿 学习更多感兴趣的东西 也能延迟我接孩子的时间 更有利于我重回职场 我开始一家一家公司发解力 扩别职场三年 我已经没有了优势 没了挑选的余地 只要公司有发展潜力 哪怕让我去做最基层的职位 待遇差一点 我也愿意 半个月以后 我被一家中小公司录取了 刚开始我遇到了许多困难 但我没有退缩 迎着困难而上 本以为上班之后 我会忽略女儿 少了对她的陪伴 这也是我之前 一直有所顾虑的 没有想到 正是因为白天见不到 晚上和周末 我才更珍惜和女儿在一起的时光 做到了高校陪伴 两年以后 我升了职 加了新 收入渐渐赶上了招累 婆婆再来我家的时候 总是客客气气 再也不提什么外地人 本地人了 我上班之后 家里的经济状况 好了许多 但我依然坚持 带女儿各处体验 选择最适合她的课程 有了收入之后 我有了底气 在给女儿选择课程时 更多地考虑女儿的喜好 只要她喜欢 课程效果好 贵一些 我也能接受 现在的我 彻底放下了赵磊 曾经对我的轻视 就像当初 无奈比对课程之时 我也在心底 暗暗埋怨 她赚的不多 当时的我们 各自有各自的压力 和烦恼 困境让我们少了 对对方的体谅和包容 或许吧 这就是新手爸妈的必经之路 幸好 我没有自怨自艾 也没有怨恨赵磊 而是靠自己 勇敢地走了出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